大家好,歡迎來到城子樂園 今天,貝里亞會給我們帶來什麼玩具呢? 原來是賽羅奧特曼的玩具 那它給我們帶來的是一個怎樣的玩具呢? 這好像是一個可動的賽羅奧特曼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它看上去好帥啊 它的手部關節還有腳部關節都可以動呢 讓我們來擺一個必殺技的姿勢 賽羅奧特曼,發動必殺技 哇,貝里亞被打敗了 接下來,讓我們來擺一個作戰的姿勢 欸,那這就是我們賽羅奧特曼作戰的姿勢 你們覺得帥不帥氣呢? 接下來,我們要來擺出賽羅奧特曼非常厲害的一招 那這一招 那這一招就是賽羅飛踢了 看起來是不是很厲害呢? 連凱撒貝里亞都被踢倒了 那這是賽羅奧特曼最新的可動人偶 大魔王獸出現了 大魔王獸出現了 他要給我們帶來什麼好玩的玩具呢? 原來是歐巴奧特曼的玩具 這是歐巴奧特曼的哪一個形態,你們知道嗎? 讓我們拆出來看一下 這也是一個可動的人偶 他的手部還有腳部都可以動呢 讓我們一起來擺出一個必殺技的造型 大家看,這就是我們必殺技的造型 太厲害了,大魔王獸被打倒了 那除了必殺技的造型 我們還可以擺出作戰的造型 這個就是歐巴奧特曼作戰的造型 接下來我們還要擺出一個非常帥氣的作戰造型 那這個造型呢,看上去好像是用腳踢怪獸的造型 歐步飛踢發動 哈哈,那怪獸被我們的歐巴奧特曼踢飛了 那這是最新的歐巴奧特曼的可動人偶 突然,有一隻大怪獸從天空中飛過 哇,這隻怪獸有兩個大大的紅色的翅膀 他看上去好像是貝利亞融合獸 他也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可動人偶 這是傑德奧特曼的可動人偶 那這是傑德奧特曼的原始形態 讓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他可以擺出哪些好看的造型呢 首先,我們要來擺一個必殺技的造型 發動必殺技 發動必殺技 哇,太厲害了 怪獸被我們的捷刀特曼 用必殺技打敗了 還可以擺出更好看的造型呢 比如說這一個 這是傑德奧特曼經典的作戰知識 那這個擺動起來有點難 讓我們來做一些調整 終於完成了 大家看 是不是和電視中的造型非常的像呢 另外,我們還可以擺出更好看的造型呢 那我們來嘗試一下 這是傑德奧特曼必殺技的造型 然後腳步的動作,我們擺了兩個造型 你們覺得哪一個造型看起來更好看呢? 可以在我的視頻下方留言喔 那陳子哥哥認為 後面的這個會比較好看一點 捷刀特曼也可以擺出飛踢的姿勢呢 大家看,就像這樣子 看,格莫拉一下子就被踢倒了 太酷了 這個奧特曼的可動人偶 可以擺出好多的姿勢啊 那以上就是給大家介紹的最新的奧特曼可動人偶 你們最喜歡哪一個呢? 更多更好玩的奧特曼玩具視頻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